5月27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。 他针对伊朗局势表态称,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谈判的可能性。 根据法新社报道,特朗普声称, 我相信伊朗愿意进行谈判。 若他们伊朗愿意谈判,我们也愿意进行谈判。 与此同时,特朗普还提到,我们将拭目以待。 但我知道安倍与伊朗领导层关系,非常密切没有人愿意看到可怕的事情发生,尤其是我。 虽然特朗普这话,是在和安倍会面之际说的, 但是这似乎也是在向伊朗发出的一种讯号。 而且特朗普不是第一次发出要谈判的讯号了。 即使是在美国调集大军,准备到伊朗门口喊打喊杀的时候, 特朗普也表达了要谈判的意愿。 他认为,伊朗应该打电话到白宫,与他的政府展开谈判。 特朗普总是认为,伊朗愿意谈判。 并且伊朗也会打电话来。 但是对于特朗普的好意,伊朗是否会接受呢? 据海外网报道,伊朗外交部已经再次明确。 目前,美伊双方并没有开启谈判协商。 伊朗半官方新闻机构学生通讯社ISNA人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·穆萨维斯·尔·巴斯·穆萨维,的言论称, 美伊双方,目前尚无任何直接和间接的接触。 与此同时,伊朗副外长阿巴斯·埃拉基奇·埃德萨维克,也声称不会和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协商。 伊朗总统鲁哈尼,则在此前明确表态称,眼下的局势不能和美国进行谈判。 抵抗是唯一的选项。 鲁哈尼甚至声称,伊朗不会向美国的压力低头,即使遭受美国轰炸袭击,伊朗方面也不会选择投降。 可见,面对不断踹门的美国,伊朗的选择是抗争到底,而被打电话到白宫求饶,特朗普之所以暗示伊朗,应该主动打电话给他。 无非就是为了制造一种美国高压政策,最终取得胜利,对手主动上门示弱的现象。 因此,特朗普的所谓好意,不过是另一种傲难的态度。 作为一个拥有一定实力的地区强国,伊朗当然不会对美国示弱。 而且,伊朗也意识到,特朗普的善意背后,其实也藏住更加阴险的图谋。 要知道,对于伊核问题,伊朗已经进行过谈判,并且也已经达成了伊核协议。 美国自己也曾经在伊核协议上签了名。 但现在美国却背信弃义,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。 并且对伊朗喊打喊杀,威逼伊朗重签协议。 美国的作为,分明就是强盗逻辑作用下的胡作非为。 既然美国彻底丧失契约精神,那么伊朗和美国重新谈判,重签协议。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。 特朗普哪天不高兴了,完全可以继续毁约。 然后再到伊朗门口喊打喊杀,威逼伊朗继续签署新协议。 在伊朗看来,和一个完全没有契约精神的国家谈判签协议,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已。 何况,一旦伊朗和美国重新谈判的话,现在的伊核协议将会失去意义。 而特朗普要求签署的新协议,肯定是要按照美国的意思来的。 以特朗普薅羊毛的性格,就算不把伊朗整垮,也要让伊朗彻底翻不了身。 在伊核协议仍然生效的情况下,伊朗选择继续遵守现有协议。 是正确的选择,单方面和美国这种霸权国家签协议。 对伊朗而言,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例。